如果不花钱怎么干渠道 我来教教你空手套白狼模式 我们来看零成本模式 ITAT就是零成本模式 短短两年时间 零成本开出800家店 门店的三大成本 房租 人工 寄货款 那么ITAT如何通过零成本模式 化解了这三大成本呢 首先跟房东谈 房东你好 我要开个店 现在你能不能拿你的房租跟我入伙 怎么入呢 你正常这个房子呀 房租一年举例子20万 现在呢 你用门店租金20万的本金 相当于入到我这个门店里来 然后我给你进行门店分红 我不会低于你房租金额20万 超出部分按照你的比例归你 你愿意用房子跟我合伙开店呢 去处看一下 好了 有个要求 就是我不是现在付你租金了 年底用分红算 所以我们有一年的涨期 第二步跟工厂谈 海澜之家就是啊 渠道代销嘛 工厂你好 今天你把牛仔裤卖给我 顶多一条正一块 但是你把牛仔裤入股了 一条可以挣十块 牛仔裤工厂一停 可以给你入 你不同意我下一个 好 跟员工讲 店长你好 你的梦想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天 行了 你也不用同学了 你也不用攒钱了 我送你一家店 货不用你进 房租不用你付 装修不用你管 把这家店白送给你 你占门店20%干股 但是底薪我不给你开了 你就拿这个店为自己的项目吧 店长愿意的举手 所以这就叫ITAT的模式 就是用物品资源合伙 零成本开店 这就叫零成本模式 这就是用物品资源合伙